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绿螺 现在开春了,我们养殖的绿螺已经有一年多了 养了一年多的绿螺基本上都会像我这一盆的长势 看上这些藤条这么长了 像这样的长势我们不想要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春季给它直接修剪掉 因为长势太旺盛了 想要在这个春季能够让它冒出更多的新叶新芽的话 我们就要把它其实的修剪掉 只要养护得当的绿螺,满屋子都是绿螺 像这样子长得太多了,不想要了 我们要把它修剪掉 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从根部上来 至少要两公分左右 我们就可以把它剪掉 像这些我们直接把它剪掉就可以了 但是剪下来的这些绿螺藤条 我们不要浪费了,可以用来做扦插 因为绿螺防局扦插方法有两种 有土培还有水培 第二点接下来就是给它补肥 因为剪完之后如果没有营养补充 它的长势非常缓慢 像我这些绿螺给它施肥的话 一般都是选用一些像这种绿螺植物专用营养液 它所含的蛋林甲元素非常丰富 而且微量元素也是比较充足的 使用就是准备1000毫升的清水 之后再给它兑入一克 这个盖子是一个凉杯 给它兑上就可以了 一次性给它浇透 7-10天给它试用一次 那么绿螺的新芽新叶 撑撑长 平时养护为了防止绿螺的叶片发黄 或者是出现一些叶斑病之类的 我们要给它每7-10天给它喷湿一次 这种绿叶宝 因为这种绿叶宝 它是专为官叶植物聚作而成的 里面所含的氨基酸 还有王谱酸等等 非常多的营养成分 有效的能增强叶片的光合作用 那么它的叶粒素就会形成更多 黄叶就成了绿叶 使用非常方便 不用失试水 直接给它喷发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利罗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